加州州長劉森近日簽署了一項新法律 允許在三藩市、屋倫、聖豪四、洛杉磯、Glendale 和長灘這六個市點城市安裝、測速攝像頭 而追蹤超速司機 這些攝像頭將被安裝在事故高法區域、 學區以及街頭賽車熱門地點 根據法律規定 超速司機將收到郵寄的罰單 罰金從50元到500元不等 具體金額取決於超速程度 法規更明確 罰款不會影響司機的保險費率 或者駕駛記錄 新政策將於明年1月開始 持續數年 如果試點項目取得成功 將有可能在整個加州範圍內推廣 超速罰款的收入將用於工程 更安全的街道和基礎設施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